我是蘇華 然後我們所主要是 就是導體天光石紀錄 那它是一個就是 把在學運期間的所有的資料 還有 我很緊張 所有的東西就是 聚集在同一個網頁的一個資料 那事實上 這是一個新的一頁啦 那在當中就是不論大家在哪一個角色 不論在哪一個位置上 相信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影響的 那這個專案 它是從4月10號 推出議場之後開啟的 那時候我們就針對 相關所有的資料 那包括是 當初有很多的老師 在議場的周圍 有進行就是共鳴講堂 那在當中也有地區 還有全民審議會 這些的影音檔的收集 那還有就是實體的創作 以及數位的創作 那也包括就是 可能有影音的 有音樂的 然後有藝術的 我們有針對這些來做收集跟保存 那計畫目標是進程的話就是 但是在當中就是 因為有相當大量的影音檔 那這個影音檔目前是一千 總時數是一千多小時 那我們目前在進行就是 線上程式的開發 為的是要把這一千多小時的影音檔 全部都處理成文字化 那就叫做竹字稿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開發 這樣一個竹字化的一個程式 那中程就是 號召大家 然後把這千多個小時的竹字稿 把它全部爬出來 然後以及做除錯 那遠程就是系統上線 那會把所有的資料 就是全部都揭露 就是做完整的揭露 那終極目標就是 自己的資料自己建 然後讓大家就是 可以把自己手上的資料 也上傳到這個地方去 因為到時候在上面的資料 可能是只有我們有收集的 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公民在當中 是可能沒有把資料丟出來 上面也不會有 所以就是讓大家可以自己建資料 那我們過去就是做了網站的平台 然後把資料庫全部都收集起來 然後還有進行資料的備份以及轉檔 然後靠著那個文博組很努力的 處理竹字稿 然後處理100多小時 但是目前還有剩800多小時還沒有做 對 然後現在需要做什麼 就是音波辨識技術 就是會講這個東西 是因為在影音檔裡面 像有蠻多都是沒有人講話的 或者是就是沒有人 好 然後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人幫我們把 看能不能夠把那個中間空白的部分 把它抓出來然後先砍掉 那我們有評估過 當中有大概十分之一的時間 可能是空白的 那1000小時就算只有拉十分之一耶 也100個小時 那如果先把這100個小時砍掉 相信可以就是節省非常多的人力這樣 然後這是開發切豆腐程式的新功能 那這當中大家可能之前有很多人都有幫幫忙過那個 政治現金切豆腐的部分 我們打算也把竹字稿變成像是 就是類似政治現金切豆腐的那個防身 那新功能的話就是 就是未來會有新功能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程式的最佳化 那就是在當中是 讓就是大家可能比較方便來切豆腐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程式如果出來 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吃豆腐 就是把那些竹字稿全部都消化掉 對 然後最下面是我們的那個 好 網頁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 看一下我們的那個電話這樣 然後這兩天我就做了 就是把Youtube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就是打竹字稿 然後使用方式就是在UIL這裡 UIL這邊輸入你Youtube的網址 然後你可以打你的暱稱 然後按Enter 然後之後呢 它旁邊就會出現一個一個的 然後目前我是以三分鐘分啊 對 然後這其實還可以再調 然後你想按這個Level 然後它就會從三分鐘開始 像你要打三分鐘到六分鐘 它就從三分鐘開始 然後播它就只會到六分鐘 然後它就自動把你切好 這樣子 你可以根據每一格看你要認你什麼 你就要擋個勾 然後它就變成你 就可以開始擋 然後到最後就可以賞命 對 然後這算是一個很很很輕量的就是 就是 就是寫作品牌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來打竹字稿 補充說明到時候切的應該是 30秒切 然後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